雖然現在學生小孩要開始休暖了 不過現在小孩發佑好一班家回來 可能很多學校的借用都沒辦法穿 頂賣還要花幾千塊 這對家庭來說也是不少的負擔 因此好現況有民眾就來設定 給學校借用回收到外区 提供各間學校的禮酒借 讓有需要的留守家庭 很大心 無論是當天、外頭、夏日 或是夏天的地庫拿給學祖 某某的山口調完整基地高中間 連主包也有 复兴國中、國小、陸港、西市、管瑜 很多我都不認識的 初代冷冰冰的古沙花太深了 讓有民眾可以把家庭放在外面 外面穿不下的山口關出來 讓有需要的民眾可以自行出走 二手制服衣服 一開始不是為了制服 一開始是為了那些單親還有弱勢的家庭 可以就是有很多孩子 我曾經有認識一個、一、兩個、八、九個孩子 就是他們兩、三兄弟 生活都在鄉下 生活比較困難 他們都會每個禮拜過來調一些衣服回去這樣子 現在這種愛心的衣服已經做多久了? 大概一年 還會繼續做下去 以前這附近有回收桶 現在都沒有了 所以很多客戶都在問說 哪裡有回收桶? 衣服要放去哪裡? 如果丟掉又覺得很浪費 對啊,拿去大家有需要的 很多新的 還有我很多客戶賣衣服的有沒有 他們牌子都還掛著 就是有一些困貨 都會全部拿過來捐 真的很多愛心人士 為大陸隔來台灣的涼慶風 從今年前 跟王妻提供家裡一個小空間 做起愛心好好利用活動 若是三戶比較多了 王妻就會把三戶送到中華的主生林愛因 有需要就自己來拿 以前也有很多 這是人家掂的衣服有沒有 因為剛載走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用車載過去 馳生 彰化馳生 教養宴 為了體學生生錢 所有的禮酒酒 涼慶風 都會整理得很清晰 這又依照春秋混雷 就當新生種夢來見 從本無限的愛心禮酒酒 購買酒請韓學生生賣酒酒 盡大心 大中華新聞 林顧音好兄 蔡鳳報道